这一次呢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总共待了7个晚上 所以基本上呢我把我的budget都坐在了20到50欧元一晚上之间 那其中这一段视频我们就能看到在一个很小很小的镇上 这个道路只能过一辆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几个我在booking和AMBB上订的旅馆或者apartment或者是resort 1865景 我们已经到达里斯本了 今天呢我是本来想去Farrow的 但是体力有限一晚上没睡 所以就直接来里斯本 这一个房间一晚上是28欧元 然后有什么样子呢 大家看一下 有一张床 然后有一个独立卫生间 反正干干净什么都有 然后离市中心就是600米 今天这个民宿或者叫apartment 这里有个沙发床可以睡两个人 有小电视机 这里有个厨房什么都有 跟我们以前住的是一样的那种 然后走过来呢 这里是卫生间 然后我现在的方式 带鱼缸的 今天准备泡我澡 然后呢 再从这里过来 然后有两个床 然后空调我开了30度 你猜猜多少钱 我爸现在在煮饭呢 好了 今天后来呢 我去投诉说 那个之前的房间呢 那个空调坏了 然后呢 又有一股烟的味道 他就给我直升了这个 这间房间 我是挺喜欢的 然后为什么呢 是这里是市中心的这个广场 直接就对着市中心的广场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 明天就是平安夜了 但是今天这里 很多人还都在街上玩的 歌后面 看我后面还有一样雷弄 比我还宽 ifer OK 这是我今天晚上在 这个阿里比菲大住的最后一晚 然后呢 刚刚那个房间因为没有空调 晚上太冷 他给我换了一个 等了一个小时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厕所非常漂亮 我很喜欢他这种C-Harmic 这一晚上只有24块钱欧元 外面风景也特别漂亮 我待会明天早上再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我们订到的是一个叫做青年旅馆了 就是这种20块钱一晚上就一张床 然后厨房和公共的浴室都是跟大家一起share的 然后呢 这个是浴室 好像有人出来了 然后每人一间这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